原神粉丝群第一届成歌湖建筑大赛正式开始 今天本视频评选出的前三名建筑大师 将会有本人带大家抽出的万叶奖励一枚 哈喽各位观众老爷们 别走过路过 千万不要错过 是的 你们没有听错 回归粉丝抽万叶的活动呢 就被我改在了这条视频里 那今天的活动呢 就是每位粉丝用一句话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的湖 就在下进行全方位的浏览观看和解说 排名顺序不分先后 本场比赛的最终解释权归主办单位所有 那么怎么评分嘞 就要麻烦你们先看视频各位了 评为就是你们弹幕 就是粉树 大家看上谁的湖 喜欢谁的家 就在我介绍到谁的时候 疯狂的在弹幕里面拖一 当然了一个弹幕算有效 那要是有人说 我发不了弹幕咋办 别记评论区的留言也算分数 只不过呢 如果大家真的有自己非常喜欢的选手 但是呢又无法打弹幕 那么就要辛苦大家动动手指 在评论区当中要写下她的名字 比如把娘小微 然后回车 这样才算投票成功 之后本届建筑打赞的前三名就会诞生了 如果猜的人数实在太多 老娘我算不过来的话 那有可能之后再看一个投票 敬请谅解 对了今天一共有14位参赛选手 我宣布第一届 把娘小微粉丝群 成歌湖大赛 成歌湖建筑大赛 现在开始 首先参赛第一位选手 洛林 带着她的先人动向我们走来 她的一句话介绍是 领取原始实验地 看建筑摆放情况 也不像只是为了实验啊 她这洞中呢 她采取了一个开放式的四合院 后院屏中有树 穿过侧门来到前院 还有一棵树啊 在正门采用了两座石狮子来正门 远看呢就是这样一个三面包夹之式的传统古宅建筑 好了介绍完毕 第二位选手 喜尔维 你就还介绍是爷的秘密花园 说实话 我一直以为叫威的 至少像我一样啊 是个美少女的对吧 哎 好 这位同学有特点了 在她的洞中啊 左边是一个复活节石像 有人看出来了吗 可能是可莉腿太短了啊 换个地方 复活节石像旁边呢 就是一个圆形迷宫花园 前半部分呈对称坟布 后半部分运用庭院围墙和葡萄藤 制造出了迷宫的感觉 每条道路的镜头 都会来到最中央的喷泉水池 最后呢 还有一个猪圈 一个洗脚池 室内的话呢 还有走廊和房间里 放的整整齐齐满满当当的屏风 我比较好奇啊 就想问问啊 这么做屏风能加多少呢 好 看完了这位 接着来看下一位客观 这位是UID开头为1010的银同学 他的一句话介绍是 四合院 摆着玩着 那么四合院呢 是我们中国传统合院式建筑 所以一般都大同小异 同样这位同学的四合院 也是一个半开放状态 门外一对石狮子相望 整体来看呢是一个一中轴对称的这么一个屋子 四个角落呢 各有一个厢房 值得一提的是 这位同学室内 每个房间都做了装修 只不过参观的时候呢 出现了bug 我看不到他 他也看不到我 明明小地图显示就在眼前啊 但实际情况呢 仿佛两个人不在一个世界 那我就不多做介绍了啊 好 下一位 晚哥 他的介绍是通过减小区域来增加细节 所以第一个区域 他通过高低错落的摆放 展现了礼乐建筑群 还制作了一个独特的观景台 第二个区域呢 是秋秋人营地 马雀隧下物脏剧圈 第三个区域是风车花园 有完整的景观和工人休息的椅子 不知道是第四个区域 还是第三个区域的平台 做了一些建筑群 同时古宅游朗和凉亭搭配 又做了一个原地把高的观赏台 最后一个区域呢 做了一个古宅花园 由松木长桌拼接的游览路线 两旁是各种珍奇华卉 包围了天恒山独有的风树 而在另一颗风树下呢 则摆放了露天茶桌 除了室外四个区域 这位同学可谓是我列表里 见过最干的一位啦 因为他的室内也全部打造完毕 据他所说啊 是从1.5开始 陆陆续续进行装修的 我们就简单参观一下啊 私塾 办公室 接待台 会谈室 走廊变成了书房 卧室家具都具备完善 除此之外 翠带风打造完了 青穹岛也不能放过 在他的青穹岛上 以萌德建筑为主 据他所说啊 只装扮了一点点 我一看 这究竟是一点点 还是一点点 就由大家来评分吧 对对 还没完 当我问出还有吗 三个字的同时 我就知道他的回答 不会这么简单啊 最后再来看看他的罗浮洞 罗浮洞里打造了 故宅庭院 用舍弃细节的方式 让走底好看一些 第二个区域呢 建造了一个中心 对称的喷泉花园 所以呢 这就是强者的世界嘛 我的第一个湖 才开了两个区域啊 哎 总算参观完了 下一位 自然味的浩子同学 一句话介绍就是 一个字 罗浮 他的建筑所建 即所得 多了一份随心感 看得出啊 不是这么居小杰的同学 当然了 我们也是正在参与嘛 如果早知道 今天建筑大赛的抽奖 是抽UP值 会不会建筑 更加的不一样了呢 下一位 风林浅 一句话形容胡 就是先风盗谷 茂林修竹 在这位同学的家里呢 专门用了竹子 作为装饰 从远处来看 还有大片的风树林 非常的有特色 那么下一位同学呢 叫做艾尔德利奇 私事陋事 唯物得心 第一个区域 是封闭式的四合院 第二个区域 搭了一个花园 远远看去呢 也是用了高耸的竹子 作为搭配 第三个区域 是简单的房屋 树林竹林 还有葡萄种植园 现在带大家参观的是 第八位参赛选手 小碗的湖 他为大家带来的是 李悦的特色民宿 第一个区域呢 是一个三进三出的古宅 三进三出意思就是 有三重院落 古代一般是 大户人家住的房子 大门进来 眼前看到的是一个院子 里面有一道二门 二门背后 又做了一个院子 再往里走啊 还有一道门 这是第三个院子 每一院都有小门 供出路 每一套都有镇房 厢房 等等等等 这就叫做三进三出 第二个区域呢 是李悦的集市 路边放满了各种小摊贩 室内的话呢 小碗同学是参赛选手中 第一位坐了双人床的人 值得提一下 下一位 这位同学呢 也叫尹 不过呢 UID是1747开头的 和前面的尹 很好分辨 据尹介绍呢 这是他自己的李悦幕府 属于中西节和美景都有 我们看到啊 这又是一个开放庭院 不同的是 院里用了大量树木做装饰 正中呢 还放了这个泡脚池 从远处看 就是这个样子的啦 另外的区域呢 银同学做了 零零散散的建筑群 也是属于 麻雀碎小 五脏区全 尤其是专门做的 这个竹圈啊 一头猪都没有全住 不对啊 我怎么能在里面呢 反正参观完毕啊 最后还跑了两头猪 MK神乐同学 邀请大家参观 城市悠闲的 提马特养老院 确实挺悠闲的 主要我参观了半天 也不能下定义啊 这到底是个什么风格的建筑啊 从远处看嘛 是这样的 好 下一位 弗赖城子做的是 一个繁华的街道 从宅底出来呢 是一条宽敞繁华的街道 中间是喷泉 两边用雕花庭院的围墙 做了划分区域 鹿的镜头呢 还专门做了一个泡脚池 最后呢 就是在他的罗浮洞中 打造了一个酒庄啊 是 是是给卢老爷准备的嘛 啊 说说到卢老爷啊 至于夏宇同学 专门打造了一个 卢老爷的庄园 在沙滩上建造房屋 用竹林和喷泉花园 抵挡海岛的烈日烟烟 关键在主屋里啊 还打造了专门的一个 温迪禁闭室 你感谢 就是遗憾啊 猫猫放的不够多啊 不过这么说起来 我巴巴托斯 不要脸的嘛 最后 一念一丝同学 请大家参观 他空空道道的庭院 还有智霞遥光沙可利同学 请大家参观 他的建筑群 最后呢 给大家看一下 本期建筑大赛 出现的第一个停尸地 由智霞遥光沙可利同学建造 不管叫停尸房 还是停尸场啊 这么看过去 还是蛮震撼的 好了 一共14位参赛选手的 陈哥胡呢 我们就已经都参观完毕了 让大家永远一点啊 积极的点赞和评论 为这些同学们 投上你们宝贵的银票 好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